我们如果希望像这个地方即时的时候 你在卷动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这个导览列在最下方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导览列的时候 必须要把你的卷轴一定要卷到最下方 才可以看到这个导览列 那使用起来其实并不方便 所以现在的话有很多APP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 其实它尤其像那种新闻类的APP 它很喜欢用这种导览列 然后呢当你把那个画面卷动 它会跟着一起跑 所以这个地方的设定 其实特别注意 主要需要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如果假设希望 那个导览列不断的出现 而且是固定在下方的话 那第一个你必须要先找到哪一个 找到那个footer部分 如果你要固定的话 选的话特别注意 你要先选取的位置 记得一定要选到那个footer 这个动作非常不好选 所以特别注意 选的时候你一定要游标点击 在那个下面的这一条线上面 这个叫footer 这个部分 然后呢 请你游标放在上面的话 出现那个标签是footer的时候 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 它现在是netbar 那你再移动过来 有没有现在显示是那个footer的时候 你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才会是正确的把整个footer选起来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一定要是footer 另外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资料检视窗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data raw的位置 如果你也看到footer 表示你是选对的 如果说呢 假如你没有看到footer 记得哦 你不要去选取那个设定 如果选了反而会出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先选footer 它一定是data raw 一定在这里 data raw footer没错 那主要是针对这个data raw的footer 做什么设定呢 在它的上面 一二三 上面三个 有个叫data position position就是它的位置 意思是说 这个的位置要固定 固定的话呢 你data position的位置 那你就点选它 这个有个选取 它就会跳出一个叫fixed 就是固定的意思 帮我把位置固定下来 意思就是说 将来这个页尾的部分 就固定在下方 随时都要出 即便它卷动 我要让它随时都显示 OK 你把它fixed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把它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下方马上出现 当然你如果卷动的话 卷动 因为我们是用滑鼠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卡卡的 但是如果你再点一下 它又出现了 再卷下去 它又跑到这边 你再点一下 它又跳到下面 如果将来在手机上面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手机上就固定 一直在那个位置 主要是因为 我们现在是模拟手机的状态 所以它会卡卡的 OK 不过另外 就有同学说 老师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除了那个页尾的部分 fixed之外 那页首的部分 能不能fixed 就是我只要卷动 它不管是页首 页尾 自动都上面 下面都有的话 其实道理是一样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把上面这个 header 一样选它 选的时候 记得 一定要是当它跑出 header的时候 再点下去 现在是page header 怎么都不跑header 不好选 它会被这个盖住 应该点这条线 点一下 现在是page data load 是page 所以这不对 应该点这条线吧 有没有 是非header 对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应该是点这条线 这边会出现header 那你把header部分 再把这个地方改成fixed 这样的话 页首的部分 也会被固定 所以你把它save一下 再及时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有没有出现 你把它卷到底下 点一下 理论上它是蛮流畅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 这个电脑模拟 所以会卡卡 你会发现上面下面都出现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将来 你的相关资讯 不会说因为卷动画面而跑掉 往下 这个也会fixed 上面就出现了 特别注意 所以主要的部分 记得一 请你选取header footer跟header ok footer 点一下 然后一定要fixed 主要特别注意 就这个画面 的这个地方 好 那再来的话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理论上 最好是 以后的什么呢 如果你切到那个绿岛机场 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呢 下方这边 最好也会有一个导览列 反正的导览列 有点像固定的 每一页都会有导览列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把刚刚做好的 那个首页 那个导览列 其实就贴到哪里 贴到每个页面的下方就可以了 所以 假如我要把刚刚这个地方的导览列 把它全部贴到 我要贴的位置的话 第一个 不过不好选就是 放在哪个地方 因为其他页面好像也没有Footer 所以我们待会 其实可以把每个页面 都加上那个Footer 然后里面就会有固定这个NEPBAR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互相连来连去 这样的话 就会让这个手机 这个使用上面更便利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找不到哪一个页面 那 这个 第一个 特别是 你可以把这个 做好的Footer 复制一下 记得 复制的位置 一定是 从这个DIV 到这个DIV 这个中间 记得 然后一定是一对的 这个NEPBAR 对NEPBAR OK 好 那把这个复制 贴的话 记得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Page Page1的下面 Page1在这边 头在这里 尾巴在哪里 尾巴在这里 头跟尾巴 记得 把他贴在尾巴的上一行 有没有 这个是整个Page Page的里面 简积是在这个的Page 倒数 这个什么 倒数上一行 最后一行的上一行 这边按Enter 然后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哦 贴在这里 我们来及时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绿岛机场 有没有 这边也有了 而且他也会自动就放在这里 然后再切回 不过切回去 我们还没写 Home OK 然后其他页面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哦 贴这个OK 然后Page1 Page2的话呢 记得哦 这个头在这里 Page2 尾巴在哪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尾巴的地方Enter一下 把它贴到 最后一行的上一行 这个也有了 然后再把它 Page3 最后一行在这里 Enter把它贴到这里 然后招的 这一行的上一行 OK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多 没有多的 这个多出来 这个不要 把它Delete掉 那应该在这里 这一行的上一行 贴上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都OK了 切到 绿岛机场 然后南寮渝港 海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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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朝日温泉 可惜没有Home 如果有Home的话就完整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的重点 第一个 把它做一个Fixed 一定记得一定要选到 那个Footer 然后再把这一整个 全部贴到 每一页的下方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的进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再把其他部分 后面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上面呢 有个Home 就回首页 然后或者是到下一页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页面 不要只是这么单调 不是黑 就是银 不就是蓝 不就是黄 好像不然就白 好像颜色太单调 如果我希望呢 把这个手机的APP 变得更鲜艳的话 那该怎么做 颜色有没有办法自己调 OK 当然可以啦 只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再仰赖 另外一个网站 它有提供相关的 这个设定 请各位试一下 好